新北市板草浦前福德工每年都会捐款从事社会工业 日前更是大手笔的捐出110台的氧气制造机给新北市政府 让有需要的病患能免费向新北府居中心来借用 减少经济上的负担 请市长回正感谢牌 请廖龙青主任委员代表浦前福德工受证 制政感谢壮 新北市长侯友宜感谢板桥浦前福德工大爱 捐赠了110台的氧气制造机造福新北市民 现在府济中心刚好一直在欠缺制氧机 真的有一些会不会有疾病的 又是弱势的 没有办法过而起 甚至没有办法自用的 我们府济中心的制氧机是可以挽回 在这个汇部生病的人 他的健康的恢复能够快速 板桥浦前福德工拥有200多年历史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本着宗教以善为出发的理念 每年捐款从事社会工艺 这次特别捐赠了氧气制造机 希望抛砖引玉带动更多人投入工艺 9月24号媒体报导 他说市政委因为有一个企业家 捐了大概70台的氧气机 那现在目前还有一百多位 需要氧气机的民众在等待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 由我们福德工所有的委员的同意以后 然后就捐了110台 我想这应该还是不够啦 但是尽量能够补足这些民众所需求 氧气制造机主要是提供给肺功能不佳的患者 需要借由外部来提高身体血液的氧气浓度 社会局表示 一台氧气制造机的价格三四万起跳 租用一个月也要超过3000元 这110台正好补足了辅具的不足 也大幅减少民众负担 一般身心障碍者他才有氧气机的补助 那长照的长辈没有身心障碍就没有补助 所以因为这个补助制度的缺口问题 所以导致氧气机就是特别有缺乏 那所以民众要申请 那就只要开立这个医师诊断证明 因为这是法规 医疗辅具 就是医师下处方说虚实用氧气 那这个传真到新北市 那新北市民我们就会陆续的免费提供 取这社会 用这社会 庙宇不仅是拜拜祈求平安的地方 也带头做善事 让善的循环不间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